Ultra! 大家好,今天迪迦奥特曼来到面包串人的超市 听说这里有好多惊喜和玩,让我来看一下 果然,超市来了好多新的食玩啊 我要这个,还有这个 这两个会是什么惊喜和玩呢? 看起来好像是奥特曼的迷你人偶 这是初到奥特曼还有迪迦奥特曼的迷你人偶 又来结账了 迪迦今天带了500块钱,正好可以买两盒 她开开心心的带着盒玩回家了 贝利亚也来买新的盒玩了 她的消息好灵通啊 她选择了这个,还有这个 这会是什么迷你人偶呢? 原来是贝利亚还有赛罗的迷你人偶 这个赛罗是什么形态,你们知道吗? 又来结账了 贝利亚也带了一枚500块钱的面包超人硬币 正好可以买两包呢 她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还有谁来买惊喜和玩呢? 原来是杰德奥特曼 她还拿了一个购物蓝 她来得太晚,草市只剩下两盒了 这两盒会是谁呢? 一个是杰德奥特曼 另外一个是欧报特曼的 又来结账了 杰德奥特曼拿了多少钱呢? 是一千块钱 那我们又找回五百块钱给她 杰德奥特曼开开心心的带着和玩回家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迪迦奥特曼买到的这两个迷你人偶 这是五号人偶,迪迦奥特曼的 这里面一共有六个种类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黑色的底座 然后还有一个迷你人偶 还有一个口香糖 人偶的脚下有个孔,正好可以装在底座上 迷你的迪迦奥特曼看起来好可爱啊 它的头和正常的软胶是一样的大小 但是身体变小了 它的手部还是可以动的 那这个握拳的姿势看起来好酷啊 它的底座下面写着Made in China 2018 这是2018年的玩具 那它和奥特曼的迪迦奥特曼看起来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出道特曼的迷你人偶 这里面也是有一个迷你人偶 还有一个底座 那出道特曼的迷你人偶看起来是这样的 它的头和软胶的是一样的大小 然后身体缩小了好多倍啊 它的手部也是可以动的 它们的手部都是握拳的姿势 那你们知道这两个奥特曼可以融合 变成哪位奥特曼吗? 诶?迪迦奥特曼的背后好像有一张卡片 这是什么怪兽卡片呢? 原来是被迪迦奥特曼打败过的怪兽 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怪兽吗?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贝利亚买到的两个惊喜盒丸 这是迷你的贝利亚 那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迷你的贝利亚 这个会是怎么样的呢? 它的爪子看起来好大呀 然后它的眼睛有点像红色的 这是和奥特曼的贝利亚做一个对比 那它们的眼睛颜色不一样呢? 那你们更喜欢哪一个贝利亚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拆一下3号的惊喜盒丸 那它是接到奥特曼里面出现的一个新的形态 看起来好酷啊 它身上有很多指示的条纹 那这个奥特曼是赛罗奥特曼一个新的形态 你们知道是什么形态吗? 贝利亚的身后也有一张卡片 让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卡片呢? 出现了,原来是贝利亚的欧布卡片 看起来好酷啊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捷的奥特曼买到的惊喜盒丸 这个捷的奥特曼是可动的呢 让我们来摆一个很帅的姿势 看起来是不是很酷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惊喜盒丸 做工做的好细致啊 手上的手刀都可以看得到 这些人偶可以摆在桌子上 那它和我们可动的杰奥特曼做一个对比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 接下来是这一位 这是欧巴特曼的原始形态 又是这里面有欧布圣剑就好了 那这个迷你人偶头上的水晶石是绿式的 然后它的圆环才是计时器 好迷你啊 这个的姿势也是一样的 两个握拳的姿势 那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迷你人偶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每个人偶都有特殊的造型 就更好看了 欧布奥特曼里面如果有武器 那就更帅了 那之后我们还会继续给大家带来 新的迷你人偶 更多更好玩的奥特曼玩具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